欢迎来到早安您好 台湿新闻现场我是刘意涵 今天是4月26号星期五 带您掌握今天报纸 有哪些头版新闻焦点 领和报头版来关心 春节廉价在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研究之后 未来至少有7天 最长可以到9天 预估在明年春节廉价 就可以上路实施了 中国时报头版 法国有一艘寻防舰 在日前通过台湾海峡 而美国其他盟邦或许也会考虑要跟进 现在就有退役海军教领认为了 其实这样的例子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美方这一次刻意对外透露这样的消息 是有政治目的的 自由时报头版 内政部为了鼓励民众申请建筑物耐震的出评 因此现在补助金额将由目前每一件的6000到8000 要提高为12000元到15000元 这是今天三大报的头版新闻焦点 新闻开始带您掌握最新消息 平红灯月线警方蓝茶居然搜出